至於今天潛力股就可以快快說一句話 華潤依藥 因為它的走勢是有些帥氣的表現 雖然它不是很標準 但是有些少少頭肩底的趨勢 或者外形有少少頭肩底 肩、頭、肩 只不過它這兩個位置突破了少少出來 準確一點,它這樣畫過去就好些 但如果你大致,其實這個位置已經穿了 如果照量照度,今天穿了上去 但穿了上去就曾經下過 總的來說,幸好就反過來上升 再升上去收市 不過是一個垂頭 走勢,這個突破就不算帥氣的 所以短線它有機會再回一回下來 再回這些位置 4元左右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可以考慮為止虧位 三個路半 回回4元左右 然後有條件再發上去 到時就可能完成到 就要朝頭肩底的量度升幅 目標進化 到時呢 這個高度有1元之上 三個1號7至4個2號9 一個1號幾 如果度上去都不錯 到時再穿這個度上去 都有不錯的水位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原因是這陣子的藥物股又好一點 普遍都很好 加上它的旗下 就是華潤雙學 和其中一間醫藥公司的真實 簽了一個協議 就是大家戰略合作協議 所以好像有些新的進展 加上整個藥物股的走勢都不錯 所以呢 可以留下這隻股了